我们现在来教大家怎么挑一款初学的入门单板 那么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一块叫做All Mountain的单板 All Mountain的单板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在滑雪厂商最常见的单板 它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滑雪厂只要是处理过的雪面上都可以滑得非常好 然后我这一块板是1米62也就正好是我的尺寸 因为我身高是1米82那么我减去20厘米 我们选择板子的长度就是身高减去20厘米 它正好是我的长度 那么如果板子越短它应该是越好操纵 所以说越好操控 所以说你可以挑如果是你是刚入门的话可以挑更短一些 比如说1米581米56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板子它也是分有软硬度 越是硬的板子 就比如说这块板子它是比较软的 适合比较适合初学者 越是硬的板子 它的速度越是快 那么比较适合竞速类的 那如果越是板越是软的板子的话 它越是越是操控去越是好 那么也就适合更多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就是极限运动 他们在工业park里面跳转圈翻跟斗那种 就做各种动作 那个是比较软的板子比较好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单板上有很多这样的螺丝 螺丝的也厚 然后这个动眼是用来固定你的bending 那你把你的bending固定在这个板子上 然后再把你的鞋子穿在bending上 你就可以去滑单板去滑雪了 这个就是bending 然后我们在滑雪场上看到大家都在用这个 然后最终鞋是穿在这个bending里面的 然后我们拿双鞋 然后我们拿双鞋 鞋就这样穿 就这样 如果你在滑雪店购买固定器和那个板子的话 滑雪店都会免费给你安装和调试 因为每个固定器它都可以在板子上调节成不同的角度 根据你滑雪的目的和你的动作 它一般都有不同角度 比如说你初雪者的话两个都是15度 如果你是一个滑赛道的话 那可能都是往前的 都是90度左右 都是90度左右吧 都是90度左右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